中央节 我吃了好多 真是每逢佳节 胖三斤呀 你知道吗 每逢佳节胖三斤 其实是从一首唐诗改编而来的 它的作者就是唐代的大诗人王维 王维 他也像我一样胖了三斤吗 不是不是 他的故事还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王维从小就是个天才 还特别努力上进 15岁那年 他决定离开家乡 独自到遥远的都城长安 参加考试 出门在外 注意安全 哥哥 早点回来 知道了 长安 我来了 王维这一考就是两年 可惜一直也没考中 到了这年重阳节 考试成绩又公布了 我中了 我中了 宝贝真棒 哎 我又失败了 宝贝没关系 下次再努力 又没考中 又没考中 可是我独自在这异地他乡 有谁会安慰我呢 独在一乡 唯一客呀 王维 别难过了 要不 要不 一会儿去散散心吧 这个嘛 今天过节 我要回家吃团圆饭咯 下次再约哦 拜拜 哎 大过节的 家家户户都在团圆 让我更想家了 真是 每逢佳节 被死清 王维一个人 慢慢地向住处走去 新鲜的猪鱼咯 大风筝咯 灯高手杖大甩卖 猪鱼 风筝 灯高 王维想起了 在家乡过重阳节的情景 王维 帮手给我 哦 风筝 来 弟弟们 把猪鱼插在头上吧 哎 这次重阳节 他们要是发现 插猪鱼的人中 少了我一个 该多遗憾呀 夭之兄弟 灯高处 便差诸鱼 少一人 对了 我要把这首诗 送给他们 标题叫什么好呢 呃 家乡在华山东边 就叫 九月九日 以山东兄弟吧 独在一乡 唯一客 每逢佳节 被私钦 瑶枝兄弟 灯高处 便差诸鱼 少一人 哎呀 王维真可怜 别人家都在团圆 他就只能在 异地他乡 孤独地想念 是啊 不过他的坚持 可没有白费 三十岁那年 他中了状元 从此开始了 一路开挂的人生 小朋友 你了解这首 重阳节的诗歌了吗 快来回顾一下吧 搜索熊猫博士 开启你的创造力吧